那么我们说我们重点内容呢 就是我们的模型类之间一对多的关系 那么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 跟我们上面这个查询 比它更加可能难一点的一个操作 就是关联查询 注意你注意这个关联查询呢 我们叫做一对多 一对多之间的一个关联查询 就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给大家说 在一对多关系的内容呢 我们昨天已经说了 一对应的类呢 我们叫做一类对吧 多定义的类呢 叫做多类 那么多类中定义的这个建立关联的类属性 叫做关联属性啊 那么我们这里面呢 给大家说了我们昨天这个例子 对吧 首先啊 这里面我就先把这个拿掉啊 比如说我先把这个拿掉 看一下我们昨天这些例子啊 昨天例子 好 查询图书ID唯一的英雄的信息 通过昨天讲的 怎么查 查询图书ID唯一的啊 跟他查询图书ID唯一的啊 就是先后一个图书对象 对吧 book info.objects.get ID等一对吧 ID等一啊 ID那么等一 一 然后呢 我就得到了一个图书的对象 对吧 B等于他 下面我要查询图书ID唯一 跟他关联的啊 他说 查询ID唯一的啊 我们把它写明显的 对吧 查询ID唯一的图书 那么关联的 关联的英雄的信息 对吧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下面昨天给大家写的时候 我们画了一张图 我们说这张图的话 你要对着这张图来查 对吧 现在我要查询跟一个图书 关联的英雄的信息 我是不是有这个一 往多查 往多查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就直接呢 是B点 你跟这个图书关联的 类的名字是谁 heal info啊 小写 然后呢 下号线 set点 这就把它查出 所有了啊 查出所有了 就跟他关联的 那么同样道理 下面这个例子呢 就是查询 查询啊 ID唯一的英雄 他关联的图书的信息啊 关联的图书的信息 那么 这一步的话 我们首先 先拿到这个ID唯一的英雄 直接呢 就是h h啊 等于我们的 hero info.objects.get 对吧 ID等于 拿到ID唯一的英雄 好 下面呢 反过来查询跟一个英雄对象 关联的图书的信息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的 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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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啊 OK 那么这个例子呢 注意啊 这个例子呢 在我们这边有一张图啊 这个图呢 我看一下啊 我画哪去了啊 我画到这边了 对吧 那么这个我把它再拿过来一份啊 然后这个不要了啊 这个图有点漏啊 好 那么 就这个啊 你注意到这个图 你注意他来查 像下面这个格式的话 你这个格式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直接看这个图比较明显点啊 这格式的话 你可能猛一看它有点绕啊 你先看一下这个图啊 就是同一对多关系中 从这边往这边查的时候 它是有区别的啊 这是我们昨天说的这个 涉及到跟关联查询相关的一部分内容 那么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呢 是通过模型类啊 实现我们的关联查询啊 通过模型类来实现查 我们昨天讲的是不是 查询跟一个对象关联的信息 对吧 现在我们直接是通过类来查啊 通过首先 看第一个类子啊 叫做查询图书信息 要求图书中英雄的描述包含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注意一下啊 查我最终要得到的是 哪个表里面的数据 图书的数据对吧 所以呢 你就需要通过这个图书类来查 你要拿到哪个表里面数据 你就通过哪个类来查 然后呢 点 objects啊 然后比如说我们查询 我就可以使用这个 然后这里面要求图书中 要求啊 我们这里面就给大家写明白点啊 要求图书 关联的啊 要求图书 关联的英雄的描述呢 包含8 那你要注意这个条件的吧 我们要求跟图书关联的英雄的描述 包含8 这个条件就是英雄的描述包含8 那么你就要注意啊 这个英雄 我们这个播客音符里面 跟播客音符对应的类是谁 是不是英雄类 那你这里面写的时候 就首先应该去写这个英雄类的类名 小写啊 黑曜音符 英雄的描述 这个描述对应哪个处性 哎 H common的啊 哎 就双下方线 写上一个 双下方线啊 双下方线后面 直接写上一个H common的啊 然后包含是不是也是一个条件 这个条件呢 就是我们双下方线后面继续跟一个 contents啊 contents 然后呢写上一个8啊 写上一个8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啊 拿过来 我们写一下啊 然后呢 找到这里面 你直接找到我们这个查询的这个 哎 窗口 那么在这里面直接去查一下啊 这个类我有没有倒过来啊 倒过来的是吧 好 直接是 哎 直接写上一个8啊 直接写上一个8啊 那么写上一个8之后 你注意我们一敲这边 你看一下它转化成的语句啊 转化成的语句 哎 就是 回事 那你看到这边是不是查了两个 你注意这边是不是什么 英雄的交往 看到没有 哎 这就是帮你转化成的对应的 英雄的交往语句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哎 通过模型类实现关联查询 那么它的一个查询的方式呢 就是你最终 你要拿到哪一个表里面的数据 你就通过哪个类呢 来查 好 下面这个例子呢 哎 我们上面还有个查询图书信息 对吧 要求图书中英雄的ID带3 那么这个怎么做 跟上面一样啊 book 哎 是不是要拿到图书的信息 对吧 哎 book啊 info 点object 点filter 哎 要求图书中英雄的ID大于3 那么这个呢 hero info啊 下号线 id 大于3 哎 gt 哎 等于3 哎 对吧 哎 就这个例子啊 直接 哎 你把它 你把它放过来啊 你把它放过来 你在这边 你这边 哎 进行一查 你就会看到 它转换成了 是不是 in the join 之后 id 代 于3 对吧 OK啊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观察查询 然后呢 下面你要注意这边啊 还有一个例子啊 查询 哎 查询书名为天龙八部的啊 查询书名为天龙八部的所有英雄 哎 就是啊 啊 这里面最终是要拿到哪个表里面数据 英雄 英雄 对吧 那你就要通过这个 英雄 哎 类的类名来查 黑音法 点 object 点 filter啊 然后呢 这里面 他要求的条件是什么 是不是 是不是跟着 跟 跟英雄 关联的图书的书名要为天龙八部 那么这个里面 你注意啊 在这边写的时候 你要做一个区分啊 这个时候 你就不能去写这个 不可音法啊 你不能写这个不可音法 因为我们跟一个英雄 关联的这个图书 在我们的英雄类里面 有一个关联的属性啊 所以你直接就写上这个 H 不可啊 然后书的名字就是 稍微向下号线 哎 书名的属性就是 B title 等于 天龙 八部对吧 哎 就这样写啊 直接就是我们的 Hero Info 点 objects of Hero Info 没有 没有导过来 对吧 from booktest 点 models啊 import我们的 Hero Info啊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是我们的 Hero Info 点 objects 点 filt啊 然后呢 直接写上一个 B 哎 直接啊 H 不可 跟一个英雄 关联的书名 包含 书名为天龙八部 那么这里面就是 H 不可 双下号线 书名就是 B title啊 然后呢 等于这个 天龙 八部 啊 等于天龙八部啊 OK 那么 哎 这个时候你一看 这里面还是转换成这个 Inner John 转换成之后是不是要求这个title等于天龙八部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通过模型类来实现关联查询的时候 你也要做一个区分 如果前面的这个类里面 他没有这个关系属性的话 你后面要写的应该是对应类的 类名 如果前面这个类里面有这个关系属性的话 你写的应该是这个关系属性啊 注意这个区别 然后啊 那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啊 下面呢 我们的 上面的这两个例子啊 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两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通过模型类来查询啊 你看到这边 好 然后那我们通过模型的啊 这个是我们昨天通过对象来查的 对吧 现在我要查询ID 唯一的图属关联的英雄的信息 我要通过类来查 怎么查 我最终要查的是谁 是不是英雄的 对吧 那你是不是应该写成这个通过英雄类来查是吧 Hero Info 点 Object 点 Filted 对吧 然后要求的条件是什么 是不是跟他关联的图属ID为基 那么这个地方写什么 HBook啊 HBook 双向线 ID I等一啊 Android 这个效果呢 跟我们上面这个效果呢 是 一样的啊 跟我们上面这个效果是一样的 OK 那么你知道这个之后呢 我们下面这个例子呢 也可以通过类来查 我最终我要查询跟 查询ID为一的英雄关联的图书的信息 对吧 最终要拿到谁 图书呢 你就通过这个图书类来查 就是 Book Info 点 Object 点 Filted 我这个条件是不是 要求跟图书关联的 ID 英雄的ID为一对吧 这里面写什么 Hero Info HeroInfo 下号线 ID 等一计啊 我们这两种效果呢 是 一样的啊 这两种效果是一样的 只不过在这里面呢 在这个例子里面 你要稍微做一点区分 就是 这个H.IGBOOK 直接是不是拿到的这个对象 对吧 这个方法给你返回的是什么 Filted 是不是个查询集 你这里面你要做一个区分 你做一个区分 你注意啊 Filted方法反正是查询集 你直接对象点这个关联属性 你拿到的是一个关联的对象 关联对象 所以我们前面做的这些 通过对象来查的话 你都可以通过类来查 你都可以通过类来查 那么通过模型类啊 你注意 在这里面我们再给大家写一句话啊 那么 通过啊 你注意啊 通过模型类啊 通过模型类 实现我们的关联查询时啊 实现关联查询时 那么 你要查的啊 最终 要查哪个表里面数据啊 要查 哪个表里面数据 哪个表中 表中的数据 那么就需要通过哪个类来查啊 就需要 就需要啊 通过哪个类来查 OK啊 好 那么这句话啊 就是你通 你通过模型类 直接实现这个关联查询的时候 最终你要拿到哪个表里面数据 你要通过哪个类来查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呢 就是写这个 写啊 写关联 写关联啊 写关联查询条件的时候啊 条件的时候 那么 如果 就是啊 如果 那么 类中啊 如果类里面 如果类中 那么没有 关系属性 没有啊 关系属性啊 没有关系属性 那么条件你需要 写这个类的名字啊 条件 那么需要 需要写 对应 类的名字啊 类的名字 好 如果 类中 那么 有 关系属性啊 有我们的关系属性 属性 那么你就直接写这个 关系属性啊 这里面是它的第二点啊 直接写我们的 关系 属性 OK啊 这里面就是我们的 模型类实现 关联查询啊 它的一个 你需要呢 去注意的一个点啊 所以注意一个点 那么这一部分呢 OK啊 我们把这个稍微再折一下吧 OK啊 那么这这份啊 这是我们的关联查询相关的一块内容啊 看这个啊 这个我页本给大家拿过来吧 看这个啊 我们就放在这个模型关联查询的这个前面啊 就把它放在这边 你要注意的一个点啊 然后呢 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观察询 好